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老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叫是2019年的ESR1博明汉战至A组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联赛 那么来看一下淘汰赛的胜者组决赛 那么老干爹对战1G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刚一上的老干爹直接是抢出来了死问加马尔斯的组决 EG则是拿出了白牛加上黑咸的奔腾牛的组合 那么黑咸加白牛的组合的话可以让白牛的速度变得像洲际导弹一样 迅速的从地球的一端发射到地球的另一端 绕了地球一圈以后回来炸到原地 其实这个还是很厉害的这个组合 那么老干爹这场比赛前三手搬掉的是老陈小强蝙蝠 第四手搬掉的是一个A 搬掉A的意思就是说 我有可能要拿炼金 你做好心理准备 当然了这样比赛实际上从阵容上来讲的话 拿炼金的概率不是很高 有观众问会不会搞事情四号位死问三号位马尔斯 三号位马尔斯有可能但是四号位死问是不存在的 现在这个版本你拿死问去打四号位的话 往一边说是爆脸天窝 往另外一边说呢就是没有卵用 现在的这个死问不可能去打酱油位 因为如果你拿这个东西去打酱油位会导致他的技能全部白给 技能几乎全部白给 所以这个不能去打酱油位 那么看看EG在第四手搬掉的是潮汐 老康街搬掉了 他搬了一个黑鸟 这个家伙没准还真有可能要去拿个炼金 这边也出来了 今天的最后一轮比赛是秘密对战红星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四强队伍都已经产生了 那今天的比赛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以后 决出来的一个队伍进入到胜者进入到明天的总决赛 败者进入到明天的败者组决赛 那么今天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是GE对战秘密的BO3败者组的半决赛 如果获胜的一方将进入到这个败者组的决赛 明天比赛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秘密 秘密这支队伍你们不用担心 总是有人觉得我会不会把他们买死 实际上不会的 这场比赛今儿老康街搬掉这个AA挺奇怪的让我 因为AA这个英雄按照现有老康街拿出来的两个英雄来看的话 没法去拿水仁了已经 他已经不可能去拿水仁这个英雄了 而AA比较明显克制的两个英雄 一个是水仁一个就是炼金 所以这场比赛我就在怀疑老康街会不会去打链金 但如果他打链金这个点的话 现有阵容的话 马尔斯去承担一个节奏点倒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查理斯去打三后卫的马尔斯 但是链金的话 这场比赛又面对对方的一个风牛组合 风牛病组合 一局这边我拿了个毒狗出来 毒狗 老干天如果不去拿链金这个英雄的话 这场比赛这个搬水仁 搬这个AA这个操作就确实是超出我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了 因为想不出来哪个英雄在回复上面需要说 我要针对一下AA这个英雄呢 好像没了 因为还有靠回血吃饭的几个英雄 一个是这个屠夫 屠夫刚备兽 还有 刚才想说哪个英雄来的 还有神 还有神灵武士 但是这几个英雄都不是纯粹的说 我拿着这个英雄去 一个人去作战 他都是搭体系的 还有一个NEC和DP 法国里面还有NEC和DP 可是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去用AA克制NEC这个点 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必要 DP这个英雄 他的回血是依靠着吸血 他的吸血能够带来的这个回血效果 一般是要搭一个风杖 再加上现在的A1杖的这个A的话 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那么这场比赛现在老干天三四手 拿出来的是花仙子和霍乱之源 邪影方灵和霍乱之源这两个英雄 还有伐木机 但是伐木机这个英雄 一般这是真的不需要用AA去针对 伐木机这个英雄用AA针对太难了 因为本身这个英雄在团战的时候 你就很难去确定他的位置 他就是在战场当中穿来穿去的这么一个单位 AA的大招不是很容易打到他 所以一般克制伐木机都是采取大骨灰 或者大引刀和大骨灰这类道具 最后一手EG如果求稳的话 应该考虑搬一手练金 因为最后一手是老干爹先选 老干爹先选的话 老干爹等于是后搬先选 也就是说在最后一手老干爹这边可以选择去搬掉熊战 或者搭上其中之一 然后拿一个链金出来 有关注说这个中路拿一个蓝猫出来 蓝猫这场比赛放在中路的话不好打 因为对方有一个黑咸牛 黑咸牛的这个奔腾牛 奔腾牛加里子盾冲到这个中路蓝猫身上的话 蓝猫6级之前很容易被这个组合直接弄死 不太可能是哈斯卡 哈斯卡这个英雄老干爹这个阵容搭哈斯卡也不厉害 最后一手EG球本还是搬掉了蓝猫 虽然说这场比赛他们这个阵容并不是很害怕蓝猫吧 蓝猫打他这个阵容打谁都不好打 小狗就不用说了 黑咸太硬 白牛也太硬对于蓝猫来说 只有只能欺负一下毒狗 可是欺负毒狗的话毒狗可以关 而且你第一波技能全打的毒狗身上的话挺亏的 有观众问这个小仙女消什么了 小仙女这个英雄把他的那个攻速砍了 把他的技术弓箭格砍了 就是在最新的这个版本中心当中 最后一手老干爹是搬掉了TA 那这个是真的要奔着炼金选了 可是选炼金的话 现在EG在中路其实是有一手这个 有一手苏妙的熊战 有一手苏妙的熊战和大胜的这个选择的 我关注说玉母蜘蛛怎么样 这场比赛有黑咸的情况下 玉母蜘蛛慎重吧 而且有黑咸加白牛这个组合的话 老干爹拿玉母蜘蛛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 EG也肯定是零 有死问的马尔斯这种英雄 你拿一个玉母蜘蛛出来白给的 就是你除非是拿玉母蜘蛛绝活 然后另外一个大哥特别强 那你可以用玉母蜘蛛作为一个牵制的点 拿出来的是一个女王最后一手 可能想了半天还是没有去拿练金术是这个点 最后一手给玉母蜘蛛拿出来的一个女王 加一下这个爆发 而且增加一下这个无视魔免的爆发 用来打小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这场比赛确实炼金不好拿 这场比赛如果说是老干爹在候选 比如说最后一手是老干爹候选 然后EG这场比赛在最后一个中单的位置上 拿出来的这个英雄打不了炼金 对于炼金没什么克制能力的话 那么炼金是可以考虑上的 但是这场比赛还有一个隐患是什么呢 你拿炼金的话还要面对对方 有可能会用这个奔腾加速牛 就插一些进攻视野 插一些这个也去演运奔腾的加速牛 卡你这个大招的CD 你没有大招的时候我就过去杀你一次 没有大招我就过去杀你一次 很容易达成 没有大招的炼金真的是脆的不要不要的 最后有苏妙的拉比克 RTC的狗 Apply的毒狗 然后再加上这个疯牛病组合 老干爹这个阵容呢 查理斯的马尔斯 看看这场比赛查理斯节奏带的怎么样吧 老干爹这个阵容是一个4保1的阵容 比较标准的一个4保1阵容 不过Maybee的女王 她是一个比较偏刷的这么一个选手 就是她在保持自己经济能力方面很到位 如果这样比赛老干爹能够保证女王的经济 不落后 能够保持有一个不错的经济的话 那么配合查理斯的这个 马尔斯还是可以打出来一个不错的节奏 至于AME的死问就不用管她了 让她她的事去杀就行 这个版本 死问这个英雄 现在又是成为了一个 没有什么明显的 能够去克制她的这种 一个存在 而且死问这个英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 她没有说哪一段时间 是因为另外一个英雄的崛起 而导致这个英雄不好用 都是比赛的这个节奏变化 导致这个英雄不好用 这个没有人去用的 另外就是这场比赛 还有一个对于老干爹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他们有一个写影方灵 写影方灵这个英雄 虽然说在这个 7.2B这个版本里面是被削弱了 去降低了他这个基础空间格 把基础空间格直接给砍到了1.5 从1.3砍到了1.5 但如果是真的说这场比赛 前中期中期都很长时间没有结束比赛 那么按照FY的个人实力来说 到后期重要团战的时候 能够达到有个A仗 有个25级 这个对于他来说很轻松 因为写影方灵这个英雄 现在这个版本 只要你想要去往后期打 他是可以打的 绝对可以打这个英雄 而且这场比赛 EG的这个阵容是一个以点目标 就是指向性技能 为主的这么一个阵容 他的非指向性技能 能够有效的去限制花剑子的 就只有TS的一个撕裂大地 或者说只有TS这个英雄 能限制这个花剑子 在高端局 或者说顶分局的这个路人局里面 顶分局的路人局里面 这个花剑子这个英雄 选出来以后往往对方会拿这个TS来做回应和针对 咱们今天这个虎牙这边人气2万多 这么吓唬人的吗 虽然不知道虎牙的这个人气是怎么换算的 但是这个人气2万多还是有点厉害 看到这个锤锤上 Noah这里抢了一个神符 抢了一个神符以后呢 这里还想再杀一下前四爷 找的这个目标有点硬 他们如果选择去杀的是这个毒狗的话 这个毒狗应该已经死了 但是他们杀的是黑咸 黑咸这个家伙是一个 这个 黑咸这个家伙是一个前期体格最好的英雄之一 那是一个最好的英雄之一 人订阅都涨了一百多个 人气2万多算什么 订阅今天涨的不多了 其实已经讲道理的话 前两天刚开播那几天 订阅一天涨三四百 看看下落的钢三 霍卵支援加幽鹅子加死问的这个钢三的话 控制拉满 爆发呢 其实不错 爆发其实是不错的 但是至少要等到两机以后 大叔要对自己的人气有信心 大叔要火了 要办粉丝见面会了 粉丝见面会站台上 站在这个前面 跟大家第一句话说 对吧 来参加粉丝见面会的 以后都找不到好工作 都考不上好大学 博士博士硕士研究生 一个都别想过 然后底话 就就就就就全是掌声 下落这里前四爷还是被打死了 这个控制太足了 而且这个是在双将游都还没有到这个二级的时候 都还没有到二级的时候 这个双将游都到二级以后 战斗力会再提升一波 击杀的成功率会再大幅提升一下 油管的都给大叔点个赞 我才50多个赞 油管这边有观众大佬在的话 可以点个赞 就点个赞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点赞在哪 但是如果大家能看到这个点赞的话 欢迎点一波 为什么我自己看只有举报呢 能看到举报啊 这是为什么呀 举报我自己的吗 看这个诺啊 这个位置是刚才毒狗是在中路这个树林里面藏了半天想杀鸡 但是没有成功 等他走了以后 然后这个集出来送货了 快递没收着 出门了 大叔求说我找不到女朋友 认真的 法顿堡垒啊 法顿堡垒大佬肯定是找不到女朋友的呀 瞬间150 感谢这个油管观众大佬的点赞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大佬 谢谢各位大佬 谢谢各位大佬 先看看 接着咱们先好好看比赛 哎又死了 这白牛 白牛这还行 给了一个冲 撞到了一个 撞晕了一个 但是自己这个地方还是没有活下来 睡一下 给一个破影机 死问再接着往里追 Cred这个地方没有 已经没有冲锋了 他的这个冲刺刚才已经用过了 哇 这个冲刺CD撞好了吗 但是不要急 你身边站着FY 你还想跑 你作为一个残血的英雄 你身边有FY这样的人在的时候 你就不要 就放弃逃生就可以了 双手离开键盘就可以了 双手离开键盘 这鼠标你根本就不用写 我看一下白牛 白牛的这个冲上冲的CD 我真是记不清了 11秒 11秒的CD 我记不清了 我记得以前 是以前比现在长 还是说就是单纯的 我对这个技能的这个CD记错了 我怀疑是我记错了 253赞了 谢谢各位 谢谢油管各位大佬的赞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13场比赛 13个英雄 maybe是在刷密林任务吗 应该是 我记忆中啊 就我记忆中 小可这波杀不掉了 伤害不够 我记忆中 以前白牛这个技能的CD 是随着等级提升缩短的 是后来改版了 还是说我记错了 我不确定了 因为这个DOTA2的这个版本 实在是 实在是太多了 改的 老干爹这场比赛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 这个对线期打的并不算非常成功 因为从经济的情况来看的话 现在他们是落后的 虽然拿了三个人头 但是经济是落后的 中路的这个补刀呢 是被孙茂奥给爆掉了 而上路这个 三号位的马尔斯 目前是22-2 而对方小狗是34-6 其实从这个三号位 双方的三号位来看的话 两边三号位日子过得都不好 但是中路吃亏吃的有点多 那说为什么马尔斯和潮汐这么像 马尔斯和潮汐这么像 你是指什么地方像 腿毛吗 还是胡子 破300了 油管这边的这个赞 我其实我自己这边看 看不到 我自己这边看 看不到这个赞在哪 不过不管怎么样 谢谢各位 不过不管怎么样 多谢大家 看看这场比赛 现在3-0的一个人头数 双方经济基本持平 斯文的经济现在是跟小狗持平 但是中路 现在女王亏的有点略多 这波白牛在中路这里插了一个眼 这场比赛的眼位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还是1G占优啊 还是1G的眼位占优目前 理智的来说 这场比赛从阵容上 如果是在经济差不多的情况下 老干爹这个阵容不难打 但是现在 他们前期的这个对线 看一下马尔斯 这波实在有三个魔伴 应该是死了 这跑不掉了已经 四层毒直接炸死了 白牛过来撞到了一个 霍伦之源 霍伦之源这个地方有技能 这个霍伦之源是不会死的 霍伦之源这个位置的话 手里边有睡有吸血 这个地方肯定不会死 但是 现在中路是一个隐患 TS这个英雄的带节奏能力 并不比女王差 而且他发育起来 并不比女王弱 这里死温 给一个锤以后 直接选择开大 对护嘴 漂亮 女王这波 nice啊 小可这波的支援太完美了 死温这个地方是非常果断的 开大直接跟人家对拼 拼一波以后呢 把你的这个 黑咸的血量给压下来 女王支援过来以后 一个大一个跳火 一个毒标 三连 这里吃到一个急速 哎呦这个脸也是真的好 这个脸也是真的好 感谢 马克五大佬的打赏 今天的观众热情 是的是的是的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六个彩是谁 站出来 六个彩 女王太舒服了 这样的话 打完这波以后 现在死温的经济反超到全场第一 女王的经济目前是3000块 落后对方TS 是400多接近500块钱 从补经济的速度来说的话 女王肯定也是补不过TS的 Maybee的这个游戏风格 他对于资源的占用的这个比例 还有效率 其实老干爹现在整体的一个 就是他的打法思路 在一二号位上面跟这个EG 两支队伍很类似 两支队伍真的是很类似 都是一号位属于这种狂暴刷 然后找机会收割 二号位的选手 属于是在这个刷打比较平衡 然后在现阶段这个版本 跟绝大多数的队伍相比的话 他们的中单位置的实力比较出众 而且在这个资源上面 资源的控制能力上面 都要更好一些 就是相比像这个mid one 相比像马桶这些选手的中单而言的话 明显你能感觉得到 就是苏妙还有这个 Maybee他们的中单要更稳 毕竟是北美老干爹和中国EG 看看这个下面这里给上一个组织王冠 扎晕 然后一下两下三下缠住 四下 漂亮 这个位置还败的这个 荆棘迷宫位置给的还是相当的不错 有一个是正好卡在一个必经之路上 看这样比赛现在死问的荆棘来到5200以后 他的刷钱节奏肯定是比小狗要舒服的 小狗这样比赛虽然要做的是一个点筋手 但是你做点筋并不意味着你的刷钱 一定能够比这个封联的死问快 封联的死问去刷钱的速度 比你这个小狗要快太多了 尤其是在打野的时候 刷野的时候死问过去一波 野怪三四刀 小的就死光了 大的再稍微抹两刀就可以 也就是说在打大的的时候 小的全可以清掉 而小狗是真的实实在在的 需要一个一个去摸 小狗这个英雄相比较死问而言的话 他的优势主要是在于 他在这个被抓的时候 他的应对方案更多一点 死问这个英雄被抓的时候 要么就是开打反打 要么就是等死 他没有像小狗这种狂暴TP的这个选择 这样比赛 从双方的阵容对无数魔免控制 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EG是有一个白牛 拥有一个无数魔免控 然后独狗的大招可以去给魔免单位减一下速 用来去封证死问还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独狗这个英雄在现在的这个版本来说 有他的一些价值 另外就是这场比赛 我觉得结束以后老干爹需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演 这样比赛EG的这个进攻眼扑的都很有意思 可以看到目前这个霍卵职员虽然在反眼工作方面做的已经很尽力了 但是现在仍然在地图上面 EG在上路的一塔到二塔之间 还有在这个中路 中路进优势路野区这个位置有两颗进攻眼 下路呢则是有一个野区的这个 算是一个观察眼吧 算不上防守眼 但是算是观察眼 白牛开大 这个白牛没出来这个大招 吸引光临之间 引之境 再打一个破影机 然后再加上一个阻传罐 nice 现在幺蛾子到了六级 马尔斯也有大招 这个时候马尔斯应该要去搞事情了 不能再这么刷了 对于老干爹老说12分钟 现在虽然是6比1的人头数领先 但是这六个人头里边 没有一个跟马尔斯有关 对方拿了英雄 倒是跟马尔斯有关 查理斯一个人贡献了全队百分之百的人头 这波这里吸一蛙格子 开自己的一个大招以后 再把这个吓跑 再把白牛吓跑 EG在这个版本的眼卫的研究 确实做得相当的到位 他有一些战队的眼卫特别固定 给一个长矛吓唬你一下 戳了一下肯定是戳不到树上 戳不到树上 但是能下午你一下 给你点伤害 这个马尔斯打的确实是不太 不太凶 到目前为止不够凶 马尔斯按说在有大招 再加上自己的长矛 只要你的这个长矛扔的不是特别的瞎的话 那么90秒一次 你就算是这个 两次 两次用大招去抓人 能够去插中一次 那至少的话 你也应该是180秒 三分钟你能够去带一次节奏 但事实上现在马尔斯已经收到了9级 还没有去带节奏 仍然是在刷自己的BKB 他第一件装备选的直接是做BKB 不过老干爹这场比赛很有意思的有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观察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 到目前为止 1G没有找到什么机会 能够去对老干爹形成有效的击杀 老干爹这帮人刷前刷的都特别特别的稳 就是能够去露出来让你动我的人 都是一些你很难杀的人 虽然我马尔斯应该是去带节奏 但是你这边的白牛如果不带节奏的话 白牛更废 独狗这英雄前期没有帮队友打出现优来的话 独狗在游戏的中后期就一点用都没有 他只能起到一个救人的效果 而且这个救人还不一定很好使 这白牛冲过来以后看看AM1 AM1这个地方是被留住 但是白牛的大招是被混乱圈拉了一下 不过死闻这个地方仍然是要死 临死之间扔出来一个锤 Nova这里在跑 但是对方是有一个离子顿的幻象在追 白牛这里再冲过来撞一下 那再走 这个马尔斯在下路刷 看看一会儿老干爹对于这个 马尔斯这个英雄的节奏是怎么去定义的吧 感觉这场比赛马尔斯的这个节奏感打得挺奇怪的 看这TS定住一个女王给上一套技能 Nova这个地方是进最大可能多拖了两秒钟 看看这里缠一下给一个恐吓出来 女王再交一个大一个好 Nice带走了村庙 白牛这块是选择给了一个大招 但是自己又是被FY收掉 这里一个人头FY靠你了 哎他他把FY给关起来了 他把FY给关起 哎呀这Fly这一看就是 哎这工作做的太爱好了 这个对老干爹的这个队伍研究已经研究到这袜子穿什么色了我跟你讲 对老干爹的这个队伍 双方这个人头数8比4 经济差2000加 女王的经济这个偶尔反超了TS 刚才拿到一个TS人头 这个一下就拉回来了 白牛现在完全找不到脱口 从眼位来看的话 老干爹这段时间也是开始逐渐的把这个眼深入过去了 慢慢的把这个自己的视野也是向着EG这边再慢慢的在扑 哦挪娃这里又排掉了两个眼 挪娃这场比赛 挪娃这场比赛有点意思 这个排眼工作做得深的好 这里缠一下 不过这个不太还是不太好杀 还是不太好杀 前四季这边身上有一个奔腾 而且快要到自己的塔下了 这场比赛目前 这个马尔斯这个因素拿出来以后 好像一个大都没放过吧 打了17分钟了 好像一个大都没放过 这缠一下给一个组装罐 这一fly可以在晕之前关一手自己 没有关 没有关是晕一下 这里给一个破影机 大这个星方灵星这边还是选择要先去做大骨灰 小狗现在身上的装备是已经快要拿到自己的灰药了 眼睛灰药快出来了 女王将比赛在刚才那波击杀掉这个TS以后出到了紫苑 然后开始准备去做BKB 目前苏梅耀的TS身上是风胀加汇光 然后准备去做一个跳刀 弹树用的什么不因缘 用的冰女的 看看这个风胀吹起来以后 有没有机会 这个大招好像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 这个毛也空了 回真的这个技能给的不错 死问赶到战场 漂亮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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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团战的这个唯一的一个这个不太完美的地方 就是FI没拿到人头 其他的地方都已经做到了极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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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双方的团队精力差拉开到了3000加 最关键的核心在于 再一次打断了苏妙的这个节奏 而且是AME拿到了两个人头 那么这样的下一波要面对的是 小狗的灰耀第一波 就是点金灰耀第一波 我拿个水怎么就 拿了个水漏了个人头 这波神福 看看20分钟的神福 老干天现在已经空到了两个 下路似乎是没有人去 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是被苏妙拿到 咱们油管这边 可能今天这个观众人多 跟大家给点赞有很大的关系 也是感谢各位观众给点赞 这个还没有点赞的观众可以 点一波赞 支持一下咱们这个油管这边的直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虎牙这边今天人气快3万了 我去 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0比5 老干天这边2000加的一个 精锦有先优势 但是这个精锦有先优势一直是没有扩大 其实这个可以说是个隐患 讲道理是个隐患 而且这样比赛马尔斯 讲道理的说 这样比赛马尔斯打的真的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主播小狗这么出双容出率如何 点睛会要算是最稳妥的一个出双思路吧 挪瓦这个地方要被打死了 不过这个时候又是一个人去吃掉了对方的一波游走 四个人的一波进攻又是只杀了一个挪瓦的话 其实又是一个血亏的一波进攻 对于1G来说 这种进攻一点收益都没有 但是查理斯的这个马尔斯 我看到现在为止 看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他的这个马尔斯打的节奏不是太理想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练的比较少 但是真的不是太理想 因为他其实第一件装备也做的是跳刀 前期并不是特别穷 到目前为止打了22分钟 我好像就见过他一个还是两个大招 然而这个英雄实际上在一个人略单的时候 他在游戏的6分钟之前 应该就可以拿到自己的这个 应该就可以达到这个6级 也就是到目前为止 他至少应该能放出来6到7个大招 这个比较正常 看下这个地方进攻眼 做的还是比较深 这留住 有大招顶一下漂亮 小可这边J被秒以后 队友支援的速度不够快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并不适合收割 适合收割的女王 这里马尔斯的BKB大招只定了一个幻象 然后BKB呢我可以跑 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必要跑了 不可能跑得掉的 如果你不BKBTP的话 你跑不掉的 但是他是BK 他是TP过来去支援的 这样比赛这个马尔斯 点金灰药感觉输出和肉度都不强 点金灰药不是小狗的参团装 点金灰药是小狗继续保持自己经济的一个装备 因为小狗这个英雄缺少刷钱的手段 他又不太适合去出防战斧 两个这种就是兼具刷钱和团战的和这个战斗的装备 一个就是狂战 一个就是飞药 对于小狗来说 飞药的优先比较高 这里死了开大 上来给输出 先秒前四眼 还差一刀 nice 直接砍死了 看看苏妙 这个地方扛不住啊 死了 下一个锤应该快好了 一个锤中上去 这里吹风起来 落地 一刀没死 苏妙这个地方是不停的在利用瓶子给自己回血 这里再给上一刀 这苏妙还在嗅他 我的天哪 这女王也是赶回了战场 女王赶回战场以后 这个时候留住这个白牛 给了一个子愿 斯文漂亮 斯文这波又是砍死了一个白牛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一波团战打下来的一个结果 实际上 从双方的这个团队经济来看 老干爹并不赚 老干爹这波打完了以后 其实并不赚 虽然是妖蛾子完成了一波一换四 但是之前那波亏的有点多 双方的团队经济差 之前是领先到三千多 然后被拉回到了一千左右 这波团战打的这么完美的情况下 团队经济仍然没有能够去拉开到两三千的一个差距 所以这波打完了以后 老干爹算是 打回来一些 算是打回来一些 因为至少是把对方的小狗给击杀了 刚才那段时间在经历上了一波团战的时候 小狗的经济已经是反超了这个斯文来到全场第一了 那么这一波是让小可把这个RTC的小狗击杀掉以后 小可的经济现在反超了TS 或者说跟TS咬住了 没有被拉开 刚才那段时间挺危险的 这波AME的这个斯文 基本上已经是把自己所有能打出来的效果全都打出来了 让他死完这里跳上来找到这个毒狗 但是没有开大的情况下这个爆发不太够 马尔斯这个大招位置给的不错 Fly这个地方应该是肯定要死 这里一个长矛多做 Nice 这波完美直接带走了Fly和宿命要两个人 前四爷这个地方看看有没有下一个空 白牛这里冲过来直接秒掉了一个霍卵支援 女王 女王这个人手里面有大招 给一个恐喝 吓跑 AME 还是死了 还是死了 AME这个地方被对方集火打得太惨了 主要是 看一下AME在被击杀的时候的伤害来源 小狗挠了1700多的输出 魔法伤害灰耀烫了266 平A打了1400多 白牛贡献了一个刃甲的伤害 刃甲弹了两下 弹了500多 两个平A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这个冲锋等等烂七八糟的技能伤害 看看这边Fly 不着急 这个时候在第二时间再开这个鞋子 刚才第一时间段已经在CD 第二时间开的话呢 也是被小狗直接钻兵炸死了 直接钻人爆炸 炸死 老跟那场比赛还是有隐患 因为经济拉不开 人头数之前领先那么多的情况下 经济拉不开 防御塔没有劣势 然后呢 哎呦 这块TS又过来了 看看玛尔斯这一个长矛又空了 被队王拿风筒秀了一波 这TS在这个大招里面 来回走来走去 来回走来走去 不让你用这个神石前借推 这样呢 再冲过来 撞到 给一个司令大地 开大 直接上了一顿技能带走 查理斯这场比赛 这个玛尔斯 咱们讲道理啊 讲道理 不是说吐槽老跟爹这些人的问题 就是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实实在在是这个玛尔斯打的不好 到现在为止 咱们可以说是这个玛尔斯 确实打的不好 我觉得应该是练的少 因为他完全没有把 玛尔斯这个英雄的强势器打出来 就该强势的时候 一丁点强势的这个意思都没有 阵容本身拿得到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硬伤 就是玛尔斯在有大招 我一直在看着这个 玛尔斯跟邪影方灵的等级 玛尔斯加邪影方灵这两个人 在都达到六级的时候 去找对方的人 除了这个小狗狗狂暴以外 剩下四个应该是抓谁谁死 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 有逃掉的可能性 但是玛尔斯这场比赛 在游戏的二十多分钟之前 就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游走 他一直是在刷钱 他一直不停的在刷钱 就是从补刀数上来看的话 他的补刀有187刀 对方的一个黑弦 黑弦这么偏刷的一个英雄 黑弦才138刀 他比对方的黑弦多了50个正补 而且这场比赛 这个目前玛尔斯的数据 是一杀三死三助攻 几方一共杀了16个人 他的有效参与才四次 也就是说他只参加了 这个全队四分之一次的 一个战斗 有效的参团只有四分之一 而且另外一个最可怕的事 是什么呢 一号位是一个死问 目前死问的数据 是七杀两死五助攻 就是死问参加了四分之三 而你作为一个三号位的玛尔斯 第一架出跳刀的玛尔斯 你的有效参团是四分之一 这个是真的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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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用的有点 其实这场比赛可能会使用 有人觉得老陆应对的好 老陆用风胀也好 用各种东西应对的也好 但其实换个角度讲 六级的玛尔斯的时候 你不可能有这么多装备 对吧 六级的时候 你在哪怕就是说七级八级的时候 你都不可能说拉希克山有那么多 这个能够去秀你的装备 在那个时候 玛尔斯是完全没有任何去进攻对方的意愿的 他就是在上路刷 上路刷完了下路刷 下路刷了也去刷 也去刷完了以后 回中路刷 然后刷的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经济 就把自己大哥位的经济全都占走了 所以说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觉得老天爹这边发挥比较硬伤的 就是这个玛尔斯 完全没有起到任何一定点 这个对节奏有帮助的地方 你看这中路的钱上去以后 又是一个神职浅界全清 就这种这种安全的钱和安全的线 他收的太多了 两个大哥被挤得太难受了 吸引方灵将比赛呢 也是选择下路刷备出风杖 并没有去直接尽快出一杖的一个打算 大哥位的等级来看的话 目前是22的女王21的死问 21的小狗和21的这个TS 3号位的等级线距离25级 差的还是很远 还这场比赛的核心有可能 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可能要到了 这个大哥位25级以后再见分晓了 对于老根爹这个正容而言的话 25级以后对于比赛走势影响比较大的是 女王的这个吼带恐惧 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转变 女王这场比赛的装备呢 也是在走一个物理装 天赋上加的是一个物理的天赋 也没有去加这个650的一个范围型 范围的这个独标 选择30%的技能吸血 20级天赋的话 20级天赋这场比赛加这个15秒的免费林肯的话 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这场比赛要这么打呀 这的话想赢的话 老根爹真的可能要等到这个花仙子25级了 花仙子因为已经有了15级的这个天赋 加120的工资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花仙子来说 他不用太担心 出完了自己的这个风杖以后 他下一个招备准备吹羊刀 还是不打算去吹一仗这个道具 现在这个版本A仗如果不配合25级天赋的话 确实不太厉害 这真的是不太厉害 所以这场比赛 我觉得FI还是很理智的 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觉得一些人喜欢K人头 这个不太喜欢 不太不太好 但是实际上FI在这个其他的装备选择 游戏的一些这个过程当中的决策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直接去做羊刀 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在团战的时候 能够帮自己的对手就空一手对方的狗 或者是空一手这个TS 尤其是TS这个点 女王这块战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去刷自己的25级了 这明显是 死奔的25级天赋的话 加40神之力量额外伤害的话 主要是可以给自己加一小1000的血量 这个帮助比较大 身上装备也是有了跳刀 封脸强袭双刀BKB 下一个装备准备穿MKB 来解决一下对方辉耀的这个闪币问题 小狗的天赋上20G也是加了20%的闪币 20的攻速25移速 再加上20%的闪币 这个小狗现在也恶心了 确实是 护甲又高又带闪币 又带着辉耀给对方制盲 然后下一站招备准备去出一个大云锤 这把EG白牛节奏没打出来 白牛节奏没打出来 他是一个 你要知道白牛没打出来的话 他是个4号位 你马尔斯没打出来 你是个3号位 你刚说白牛没打出来 白牛这里就过来制裁让马尔斯 看看这里马尔斯开BKBTP 打一个被动出来有没有 打出来了 打出来一个被动晕 那这样查理斯又没了 死问这边一个锤 锤一手 锤一手以后 这个小狗这个地方上了 开着狂暴上来挠了两下 感觉对方这个防守能力还是挺强的 不冒险了 肉山盾现在距离杀新时间还有一段 那么目前EG上不了高地 就接着刷 老蓝爹在这个时候 应该不会选择出来去找对方的麻烦 那么还是要先把眼的问题解决一下 EG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个视野 视野这方面的工作做的是相当的好 看看这里TS是TP回家 飞鞋回来 那么快速的赶到战场 山盾已经有了零星 绿杖 加上风杖 还有灰叶双刀 灰叶对剑 灰叶对剑 这场比赛有很多观众目前离到悲观 但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 经济排行的话会发现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 不用太过于悲伤 因为大哥为了这个经济并没有落后 哎 这里 没给上啊这个技能第一时间 而且开着刃甲 这个白牛 你死了回身开始给输出 这个白牛是队友关一下救一着 一个恐慌女王家大 RTC这里出来以后直接魔爪拉住 黑钱的拉枪并没有拉到猫啊 但是打不过 这个地方打不过 卡里斯这个地方被带走 F5绷上吹一手 溜了 这时候大哥都没状态了 溜了 这样的话是对方的白牛完成了一波一换三 关键是这个小鬼没杀掉 而且中路这里冰女 呃 女王没走掉 风尚吹了一手自己 风尚吹起来被对方的拉西克 落地直接一个瑟雷达地定住 那么这样的RTC是吃掉了所有的伤害 自己没死 嗯 老哥你这样打就有点亏了呀 这波如果说是买活的 一两个人的话应该是不够 但是三个人好像是有点太亏了 嗯 这场比赛 其实死问的装备并不差 刚才是小狗钻了白牛 小狗钻了白牛以后 然后队友又关了一下白牛 等于小狗吃了很多的伤害 再加上刚才死问这个锤子是没有给上 看看这里苏妙 苏妙这个地方能不能有机会去杀了他 能不能有机会把苏妙弄死了 风尚吹起来 落地以后死问这里有没有一刀 最后RF拿到了银头 nice 往外追一下 这里一个长矛 打到了这个扛暴的小狗身上 这一块小狗又是队友关一条 队友关一条 队友关一条出来以后 这里一个恐吓给上去 但是小狗跑得飞快 这又恐吓完了以后 我们看看这里Crate身上挂了一个阻伦罐 不过没有机会 这里PS选择买活飞鞋 赶回战场 这里一个长矛扔出去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诺娃这个地方被击杀 但是诺娃有买 诺娃有买 死问刚才那个追出去的时候是没有大的 这波死问有大了 这波死问有大了 1G这个时候如果求稳的话 应该是回去打盾 拆了圣坛然后打盾 这个比较合理 诺娃知道你这个时候如果去回去打盾的话 我这个不能放给你 应该是开悟出来抢打了 这根女王的大招是关键 女王的大招还有不到10秒 诶不开悟吗 不开悟吗 用自己的眼发现了 对方在这个位置是 呆着没有去直接打盾 发现对方没有直接去打盾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应该是摸了 没有机会了已经 现在就是实实在在的 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感觉 拉西克的位置有点远 拉西克的位置有点远 还好拉西克这边是踢到了上路圣坛 然后快速的去找自己的队友会合 看看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进到路山里面 毒狗往里面去给这个毒 看看艾蜜了 这个时候都看艾蜜 女王上来给视野 给视野 这个时候死问开大开BKB 先去秒毒狗是对的 但是被小狗一个大熊锤晕住了 而且现在正面打不过 这里有马尔斯 哎呀马尔斯这一通又被秀了 恐可给上去以后 这个位置后排女王大招给的不错 RTC这个地方被给上一个子愿 但是打不过这个狗 硬生生是被这个小狗给挠过了 把血量 那么这样的话死问再给上一个锤 断一下对方的追杀 可是问题小可跑不掉了 小可对女王跑不掉了 120秒没有买活 死问这时候没有大招 白牛冲过来以后 这就没了 这就没了 这就肯定没了 这个后边就没有什么可打的了 这边小狗出来以后 直接是开着狂暴 有机会就开狂暴 上去弄你一波 有机会就弄你一波 女王不在的情况下 光靠一个没有大招的死问 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可能 想打得动这个 三号位的这个查理斯刷了一辈子前 这场比赛真是一点作用都没起到 真是一点作用没起到 看一下这块 这里黑钱的一个拉 这里马尔斯开了一个大招 开了一个大招以后呢 定住了TS 但是自己家的基地 已经要被小伙挠掉了 GG 好吧那么这样吧 那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的是 老杰尼这边是输掉的比赛 一二号位两个大哥这场比赛打的没什么毛病 主要是后这个这个这个 效果呀 效果是一点都没打出来 这场比赛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输出 这我给大家说一下吧 这场比赛的输出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片面这个关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输出 那么这场比赛是死问打了14800 14800 女王打了17700 然后查理斯的马尔斯是打了15000多 邪影方灵打了12000 霍弦之缘打了6000多 对方这场比赛的是一个23000的狗 29000的TS 11000的黑钱和10000的猎魂 然后5000的一个独狗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这场比赛的这个经济 就是马尔斯这场比赛是拿了12000的经济 但事实上他补了237个刀 他的补刀要远超这个对方前四爷 而且大部分的时候他的这个补刀 都是比前四爷这边要多 而在这场比赛呢 在双方整体的一个比分是19比23 也就是老格尼一共杀了19个人的情况下 他一共有效的参团才7次 这个 这个确实是有点太 太低了这个数据 因为除了他以外 最少的有效参团也是在9次以上 就是霍弦之缘这种这种英雄 他得有9个助攻 没有任何AOE效果的一个英雄 他得有9个助攻 所以这场比赛感觉老干爹 嗯 就拿了邪影方灵加马尔斯的这个组合 但是一次都没有打出来过 就是我们没有见过一次 马尔斯立大招 然后邪影方灵给甩一个恐吓 这个这个组合一次都没有见过 所以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就是给人感觉很 很憋屈 很憋屈 好了那这样第一场比赛先结束 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给大家带来双方BOO3的第二场比赛 咱们见到大家 哪里应该尝尬